首先我們來看到今天 兩份的民調 2024總統大選剩下21天 現在民調的走向似乎已經 有一點點是不是要進行 黃金交叉了 我們就來看到今天兩份的民調 一份是美麗島第96波 一份是TVBS的民調 這兩份的民調呢 還是有一點點不同的差距 但呢都是賴孝佩 侯康佩 那另外呢就是這個柯文哲第三號 這是比較一致的部分 我們說先來看到美麗島電子報 第96波的這份的民調 看到第一個是賴清德跟蕭美琴的部分 是37.5% 往上增了0.2% 那第二頸椎在後的是 侯友宜跟趙少康的部分 看到是32.6% 那這個部分呢微微下幅0.8% 那另外還有看到是柯文哲 民眾黨柯文哲是16.3% 那這個部分 這一次的民調下滑的幅度 是稍微比較多一點 是到了1.4% 那看到柯文哲的這個 他的這個往下部分 在這幾波 似乎都有一點在下墜的情況 這是我們看到美麗島電子報 那麼今天最新的民調的結果 我們請導播給我們回來看看 TVBS今天的這份的民調 那這份民調的跟美麗島不太一樣 我們看到美麗島呢 侯賴呢這個是差了百分之四點多 但是我們看到TVBS這份民調呢 賴清德跟侯友宜的部分 只差了百分之一 非常的接近 緊緊的搖在一起 那柯文哲的部分是百分之二十四 但是我們從裡面的這個區域性來看 還是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包括我們看到在北北基的部分 那侯康配的部分呢 我應該沒看 賴消配的部分呢是 在12月21號 這個北北基的部分呢 是賴消減少了6% 那另外的侯康也減少6% 但是柯銀配的部分是往上升了7% 那在陶竹苗部分的話 賴消呢是減了3% 侯康是增加了8% 陶竹苗部分增加蠻多的 那柯銀部分呢 反而是在新竹部分是減了4% 這是我們看到 那另外還有高棚的 這個高頻棚的部分 那這個賴消是減了6% 侯康在南部地區 這個部分是增加了7% 我首先要請教一下亮哥 先來看看今天的這份 兩份的民調 一份呢是 美麗島電子報 另外一份呢是TBS 那看到 美麗島電子報部分呢 彼此的差距是4.9% 但是我們看到TBS差了1% 所以這個部分 亮哥怎麼樣來分析 包含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是說在區域上面的一些增長的部分 那個美麗島是滾動民調 它每天做啦 那這個民調的日期是到22% 所以它是20-21-22 這三天的平均嘛 對 那TVBS是到21% 而且它是做了6天 應該是5天啦 因為跳過假日啦 所以它是15號做到21% 所以簡單講TVBS做的是 有4天是賴清德還沒有做危機處理之前 就是那個公益信託啦 他宣布公益信託 是前天嘛 20號的時候 20號 在 在 公辦證件會的時候 有效應是隔天21號之後才會發效 那美麗島21-22都做了嘛 對 那TVBS是15號到21啊 所以它反映的是 它還沒有反映到這個賴皮疗 公益信託的部分 對 它還沒有發效 對 所以在那種情況下 兩個人打拼嘛 那表示他做這個公益信託 這個動作有影響 有影響 就是他之前掉的部分 有因為這個而回來 對 那當然這個事情還沒結束啦 因為事實上我認為 這個是假動作啦 假動作 所以未來 國民黨那邊 肯定還有繼續逼平啦 因為他現在沒有辦法公益信託啦 他 連那個 信託財產的合法文件 都拿不出來怎麼公益信託啊 所以等於是騙人的啦 可是這個就是 因為 這個國民黨的反擊還沒有開始嘛 這個 有關公益信託根本就是假動作 那現在不開始什麼時候要開始啊 不是啊 因為今天才23啊 而且今天是禮拜六耶 可能大家都跑去造勢啦 今天晚上的 等一下我們會看現場 就是海盜現場的造勢的活動 台北市今天在海盜嘛 所以這個東西 不會這麼快反應啦 因為 賴清德那個賴皮疙 已經吵了兩個月了耶 然後他一直到20號才做動作 想要止血嘛 對 所以之前他那個 我們說15到20 那個累積的那個傷害還繼續存在嘛 所以你就會看到 他在T台的民調就跟被侯友宜追上了 那這個 那美利島不是啊 最近兩天 他明顯又 又拉開了 又回來了嘛 又拉開了 而且這兩個民調 有幾個地方是蠻不一樣的啦 譬如說 美利島是全四化 哦 全四化 然後TVPS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而且手機的代表性不容易確認 美利島拒絕用手機就是這個原因 而且他過去 他那個預估那個 後來跟得票數有很多也是很準的 所以這個是各取所需 你說美利島之前用四化 跟對照後來 美利島從來都沒有用過手機 對照以後來的結果 其實是比跟增 他準確率也是很高 是很高的 美國事實上一直到今天 美國目前做民調有三分之一 還是全四化 就是還是有人拒絕用手機啦 因為那個代表性不容易確認 不管啦 不管 因為 各有各的方法 各有各的擁護 對 跟相形 我是先跟你講 這兩個不一樣 對 然後呢 這個美利島在 南部 賴清德都是超級大贏 都贏超過20% 對 就是雲佳南跟高頻地區 對 你看那個差距大到什麼程度 46比22 47比25 下面 雲佳南跟高頻 你看這個 中章頭 這個賴清德34 侯友宜29 然後另外呢 雲佳南 賴清德46.4 那侯友宜22.7 高頻的時候也是 高頻賴清德47.2 那侯友宜25.5 對 但是我們剛剛有看到有一個 然後你看 侯友宜的新北竟然輸給賴 你認為這合理嗎 這個就有一點奇怪 我認為非常奇怪 畢竟新北市侯友宜的本命 而且前一陣子 因為他這個波動太大了 因為他每天做嘛 對 他前一陣子侯友宜 新北已經拉開 贏12%了 但現在又 他現在為什麼會跌回來呢 對啊 這就有一次 那難道賴皮寮這麼有用嗎 這個 我坦白講 我對這種分區分年齡的對比 對 都要存疑 因為他的樣本數很少 但就是參考嘛 對啦 對啦 就是這樣 就是 而且昨天那個蘇清泉 還有謝龍介都有發言 對 這個蘇清泉 他是屏東的嘛 他認為整個南台灣 侯友宜大概只輸30萬票 只輸30萬票 如果這樣就贏了 這樣就算會贏了 會贏了 你知道韓國瑜 韓國瑜上次選舉 我說那個2020 他光是高雄就輸40萬 光是高雄就輸了40萬 一個地方就輸40萬 但如果整個南台灣 侯友宜只輸30萬的話 那就贏了 那一定贏了 一定贏了啦 我是說蘇清泉這樣講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感受不到南台灣有輸那麼多 那謝龍介也講 因為那個賴清德說 他台南要贏20%嘛 對 就跟這個民調一樣 但是謝龍介說 只要是輸10%就好 對對對 謝龍介認為他 只輸10% 只輸10% 所以這個就蠻關鍵的 因為有時候在地人的一些感受 我也不認為蘇清泉跟謝龍介是會吹牛的人 因為他們自己都選過 對 而且蘇清泉輸的非常少 對 謝龍介只輸5% 只是5%而已 對不對 48比43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說 侯友宜會輸到20% 這個我實在是難以想像 所以啦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民調 就第一個就是新北侯友宜竟然輸 對不對 然後兩個南部的林嘉蘭高屏 都輸到20%以上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後來他這個整個拉開就是輸4.9嘛 我覺得這個應該沒有輸那麼多 我覺得可以再觀察一下接下來一下幾波 這個民調就會比較 而且這個是因為他 剛做完公益信託這個動作 這還是有一些效應的發酵的時間 我跟你講下禮拜我跟你保證啦 因為我已經 這兩天上過很多節目了 保證 都認為是假動作 假動作 對 那這個聲音還沒有散開 那除了剛剛我們看到 就是美麗島電子報第96波 還有TBS的民調之外 那其中我們來看到其中有幾個部分 是有一點值得觀察的 因為吳子嘉說了一件事情 他說 這其裡面有一個人 是關鍵的有一句話 決定誰要登大位 誰的一句話要登大位 我們來看到 他說的就是柯文哲 為什麼呢 現在他說因為氣保效應 已經開始在出現了 雖然亮哥之前有講說 不要講什麼氣保 不要就講說是這個 策略性的這個選擇嗎 策略性的投票 他說柯文哲要往上公點的可能性 現在是完全不存在 因為看不管是哪幾份的民調 他幾乎都是第三 都是墊底 而且看起來他民調 目前還在往下墜當中 所以目前看起來他要公點的可能性 完全不存在 那其中呢沒有表態的人 減少的這些選票呢 開始在流向 流向賴 流向猴 所以這個部分開始在做切割 開始在分了 我請教一下立將軍怎麼看 就是說現在其中有一個人非常重要 這個人是柯文哲 我們再請導播給我們看一下 因為從這個 美里島電子報裡面 有一份這個細部的一個民調 來看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們分成四個 先講說2024最不甘心 也最不能接受的結果是什麼 有高達將近有五成 百分之四十六點八的人 不能接受的是什麼 是最反感的政黨或者候選人當選 那是誰 這個就不明講了 那但是也有百分之三十五 是還沒有明確的回答 但另外有三題 就是會比較有趣的 我們先來看這一題好了 他說如果投票當天覺得 賴或者是猴 都很有可能當選總統的話 那你會投給誰 好這個問題其實之前好像沒有 其他的民調有做過 好這個問題就很有趣了 好來看到 如果你覺得當天 你覺得說賴跟猴 都很有可能會當選總統的話 那你會投給誰 賴清德 百分之四十一點六 侯友宜百分之四十一點一 其實是還蠻接近的 所以這是蠻接近的 好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有趣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在投票的前幾天 柯文哲 他公開的說要投給賴清德 柯文哲的態度 柯文哲如果是公開支持 要投給賴清德的話 那會投給誰呢 你會投給誰 好看到 百分之四十是投給賴清德 百分之三十七點九 要轉投給侯友宜 好但是 柯文哲還是有一些 死忠的鐵粉 大約有百分之六點 我是不會動的 就他堅持堅持在怎麼樣 就是要投給柯文哲 好第二個問題 就是如果是柯文哲在 投票的前幾天 他公開的說要投給侯友宜的話 好那你會轉投給誰呢 好來看到侯友宜部分 百分之四十點七 這個部分就比賴清德多了 0.7了 比剛剛那個問題 那另外有百分之三十八點二 是會投給賴清德 那當然 基本盤 百分之六點四 還是死忠的鐵粉 真堅持要投給柯文哲 好我要請教一下麗將軍 你怎麼看這個氣保的效應 在最後幾天是不是都會出來 第一個 我覺得這個柯文哲說 最後幾天他要表態支持誰 這是不可能出現的幾個情形 這種假設性的問題 是根本不可能 幾個原因 第一個你違反選霸法 你柯文哲你自己 你不能說你自己是參選人 你說我現在反而去支持 另外一個這個候選人 這是不可以的 這在選霸法上面不可以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不可能是什麼 就是說你柯文哲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做這種動作來講的話 你民眾黨整個就崩盤了 包括你的不分區立委 你現在或許不分區立委 還有機會說可以獲取到 大概八席左右 那你如果說是公開支持 某一個兩個政黨的一個 其中一個候選人來講的話 你的這個不分區立委來講 可以說人軍心就整個散掉了 整個世紀就整個散掉了 那我們第二個我覺得很明顯的 不管是誰 這幾個狀況裡面很明顯就是 我覺得最有可能發生就是氣跑效應 就是民眾自動去氣跑 自動的氣跑 而不是候選人出來講 呼籲 那你現在你這個東西你看 不管是柯文哲要支持誰 或者不支持誰 或者他都不講話 我們很明顯看到一個數據是不變的 就是柯文哲都是6.2 6.3 6.4 我想這就是代表最後的結果了 因為最後很可能就是你柯文哲再繼續爭取到底 其實民眾來講的話 最後就會有一個結果 就是說我知道你不會當選 那我這個票 我不要去投到那種當選不了的票 對因為你看嘛 46.8%說最反感 最不想看到的情況就是你的票 最後是最反感的政黨或者候選人當選 所以其實有將近有一半是不希望 所以我覺得是右上角那個是可能性是最高的結果 就是賴信德跟侯友宜 目前來講都41.6跟41.1的這種 這種競爭結果是在最後投票結果開出來 那柯文哲獲得6.2選趴的票 這是最有可能的出現的一個情形 所以現在真的是緊咬耶 緊咬 可是我另外我要特別說 美麗島的民調 有一點我們的國情它要考慮進去 我們台灣的國情是怎麼樣 其實你從這個每次清明節 然後過年年假你就看這樣 台灣號稱2300萬人 對 可能戶籍平均在每個地方 對 可是你要知道 其實我覺得可能有這個 最少1500萬人以上 是住在北北基陶 這四個縣市 很多是從南部到北部來工作的 這對我自己是住在高雄 我就很有感 幾乎每一家庭的小孩 都全部到北部來工作 那一年韓國瑜會喊出口號 說是要讓高雄富起來 那就是什麼 其實很多家長 不管南的綠人 他說希望他兒子 能夠回到高雄來工作 就代表說 南部很多的年輕人 都到北部去工作 那第二個就是 很可能就是什麼狀況 就是南部你接到電話 都是老人家在接電話 年輕人他大概現在很少用 用這個 尤其是我們台灣 很少用家裡面裝四話 幾乎都是用行動電話在聯絡 也很少都是用LINE在打電話 甚至於這個手機電話號碼 都取消了 都是用LINE的方式 我女兒都不打電話給我 她只用LINE傳 有時候LINE傳 這年輕人都用這樣的方式 來溝通 文字表達其實有個好處 就是說有些講不出口的話 我用LINE傳 或用一個圖案傳 會比較快 不用打電話 打電話有時候避免 很多的尷尬 可是南部裡面 還用四話的都是老人家 在接電話 我覺得今天我們剛剛看到 前面那個民調 說南部會贏那麼多 很可能接電話都是年益比較大的 那當年為什麼綠的 會可以在南部地方說 綠到出資呢 那是因為民進黨在南部 經營了很久的地下電台 那時候因為有地下電台 所以一般老人家 他在家裡面沒事 小孩又不在家 他重點要帶個投影機 就聽嘛 聽那些廣播 聽那些地下電台的言論 但現在情形不一樣了 現在年輕人接收資訊 從手機來接收資訊 他接收資訊的範圍 或者是他自己判斷力 就比當初只是洗腦式的 那種地下電台 要廣泛很多 要比較客觀 公正性就要多很多 所以南部來講的話 我覺得老人家 他們那些老人家 現在家裡面 還是流行接事發 我自己也有同學 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 在南部 他連手機都沒有 他還是只有用家人接電話 你要打電話給他 他只會接電話 他不會用手機 對所以也是要看國情 剛剛雖然亮哥說 在美國有三分之一 還是用世話做民調 但是台灣的情況 還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可能很多人 是在北部工作 尤其是年輕人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就是 我到部分還是有世話 對所以我們可能要考慮 就是說去參考各種不同的 是這個民調 所以應該要怎麼樣的加權 或怎麼樣的比較 最主要美國的手機 跟世話一樣的 都是那個同樣的十個數字 所以說看不出來的 而且美國的手機 就是等於是 我們像我們台灣 我們有這個區域號碼 對不對 美國後來那個區域號碼 過去譬如說 214一定是在這個洛杉磯 什麼大家都記得紐約 什麼20大家都會記得這個 可是後來你搬到哪裡去 都可以用你原來的區域號碼 所以就整個亂掉了 可惜了 所以美國現在其實 他們你說是世話 但是很多其實就是 就是手機 對 那跟這個台灣我覺得 因為我們就是 一看就是手機號 跟門號 就不一樣 對他們就是用那個 還有一個 我們的手機很多都是 全包的 全包的 美國不是 美國是計費的 他是按你使用多少寬頻來計費 那我們使用手機就會 無限量使用 對 我們吃到飽嘛 吃到飽 美國很少吃到飽 對 好幫我們回來 我們請導致 我講那個 我是很同意 因為我是南部人 我高雄人 南部60歲以上真的非常綠 這是我同意 今年民進黨搞不好 會因為顧慮到這一點 所以不會提供投票專策 不會提供投票專策 他不會加班 不會加班 他就可以限制 那你買不到車票 有一些年輕人會去投票 搞不好期末考還在投票前一天 這教育部可以運作 我跟你講 他如果覺得那一年年輕人比較傾向他 他就開放 火車 百香 加班 加很多列車 高鐵也征班 各種快車也都征班 然後 期末考就離遠一點 還可以調期末考的部分 教育部規定 那年韓國瑜 他被罷免或者是選總統 就很明顯 那時候我在高雄 全部都是年輕人 從北部返鄉專車什麼都拉回來 因為那年有反送中事件 所以年輕人對這個事情很反感 那時候就很多的返鄉專車 或者加開高鐵列車自由座的位置 讓年輕人返鄉投票 所以為什麼那年高雄光 韓國瑜就輸了60萬票 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讓年輕人能夠返鄉投票 因為那時候年輕人 全部都支持民進黨 那今天來講的話 是不是還這樣 對不對 你增加一年的議期 還有這個 ECFA被取消這麼多項 其實年輕人他會判斷的 他會不會對我以後就業啊 或者是會不會造成我失業啊 還有我的人生涯規劃 我增加這個議期 對不對 兩岸兵兵戰危等等這些議題 會不會讓年輕人不再支持民進黨 所以今年可能 不會有返鄉投票的專車 還有還有 我們看一下這個民進黨 還沒完啊 還有兩岸的航班也不會加班 連兩岸的航班都不會加班 因為他有沒有看到高頻 高頻頻的這個部分 賴清德現在是已經跌6% 一直在往下墜的情況 侯友宜是往上加了7 這一來一往就不得了了 所以看起來 今年應該是返鄉投票的這個專車 恐怕 他搞不好希望投票率低一點 他希望投票率低一點 那當然啊 因為中間選民對他不友善啊 就拉開了嘛 所以他希望投票率低一點 都是他的基本盤出來投就好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雖然因為雙方藍綠之間的差距是很短的 不管是4.9也好 不管1也好 其實差距都是蠻少的 我們請導播給我們看回來 第一張大張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看到 日本的學者小力元星星 因為他之前 預測台灣的選舉 好幾次都非常的準 他說現在呢 侯賴的差距已經變縮小了 但也不能斷言說 侯友宜不會翻盤喔 還有還是有可能是翻盤的 因為現在雖然差 他現在目前是第二名 但是差一些些而已 但是他說真正能夠影響選戰選情的呢 的爆料 有幾個有幾個情況 第一個呢他就是說 要有出乎意外的新素材 第二個就是要有 額外的其他的醜聞爆料 第三是來自於台灣外部的影響 那他說這種爆料要全新的 要讓人震驚的素材 是還有要有一定的根據 問一下這個 嚴老師怎麼看 因為現在雙方的差距 如果是以美麗島這份來看的話 差距4.9 TUBS差距1 但是畢竟都還是很少 因為以前跟一開始的時候選情 是差很不一樣的 現在是差距越來越小的 但是呢 日本這個學者他認為說 如果核酉意 你要往上竄的話 還是要有一些新的東西進來 你怎麼看 我覺得當然第一個 我還是同意大部分的觀察家 其實這個賴皮呢 要燒到現在 絕對對賴清德還是蠻大的傷害 我要補充一點 就是他如果說這個房子 這個登記是他兒子的 那他是不能做轉移的 他要透過美國的使館 去給我們的駐外單位 去拿到這個授權書 就是Power of Attorney 就是你要等於是經過這個授權了 他才可以在台灣幫忙他來做轉移 那個轉移更多的 就是說我們信託 那個是更多的爭議 但是要除非他兒子自己回來做 因為如果說是登記在他名下的話 那就有很多很複雜 所以對不起 我不覺得這個事情根本會這麼快結束 而且會越來越多的問題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 那第二個就是 小麗媛講的就是 你有沒有所謂在美國來講 就是October surprise 美國是11月大選 然後10月有一個驚奇 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一下子扭轉了 那但是我們也看到美國 譬如說即使川普跟那個2016年 跟希拉維在選的時候 忽然發現他對女性上架起手 很多人覺得說很難支持 就照樣贏了選舉 所以很難講 但是這個 我們現在還剩三個禮拜 不到兩個禮 剛好三個禮拜 二十一天三個禮拜 二十一天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如果今天要發酵 應該就在年底以前 這個事情要出來 這幾天要發酵 要發酵 如果還有什麼大事的話 那沒有的話 我想就是其他舊的議題還在燒 那我是覺得說 說老實話了 民進黨今年要選 真的 明年要選 比較難的部分 就是你賴慶德不是一個 我們講的外國人 你就是政治圈內的 你就是執政團隊的一部分 所以你今天要第一個 你要如果要切割蔡英文 不太可能 但如果說你要去擁抱蔡英文 大家也覺得說 到底他可能外交上面必須要做 可是很多內政 大家也覺得很多爭議 從疫苗開始到這個 這個黑道的問題到這些詐騙的問題 有很多 所以我不覺得他 這個他是蠻難選的 那下面就是在看 會不會在政見辯論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什麼火花 然後才會變 我現在看起來就是覺得說 好像年輕人的票是有一些在 就是說我這樣子講好了 我根據我的學生的反應 他說好像不太潮了 不太潮 就是支持民進黨不夠潮了 不夠潮 這個年輕人之間的潮流 就是支持民眾黨是不潮了 支持民進黨 支持民進黨是不潮的 不潮 所以這個是大概是確實的 這是一個板塊的一個轉移號 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費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按個讚 按個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